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如果你有收看前面的几集 相信你对邱文胜老师的博学多文 印象一定非常非常深刻 今天晚上的主题将延续上一次的 人人都能教创课系列 这是第二集的 相信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我把棒子交给我们文胜 文胜请 大家好 我就直接开始了 我分享一下画面 好 各位都有看到我的画面 有 好 那就 我们上一次 这一次呢 我会讲 直接带那个 教学上面 我是怎么教的啦 我是怎么教的 没有说一定比较好 但是这个是累积了多年的经验 我们今天的内容主要就是 教学的流程 然后我会上一个 简单的上一个示范的样子 然后再跟各位说我们平常会注意到的重点 那怎么样带这个 Arduino的课会比较顺 那因为其实要从没有上过硬体的课 从Squatch跳到有加硬体的Arduino 其实门槛蛮大的 但是透过我们的方式可以让那个门槛可以降低很多 小朋友可以直接比较容易进入啦 那我先大概讲一下 就是平常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简单的步骤 有一些简单的步骤 比如说 我就直接用那个类比输入为例 那当然我们的课程里面 一开始我们还是会习惯的先上一般的简单的输入输出 简单的基础的输入输出 然后基础的输入输出 它有一个概念之后 我们才会去做小专题 或者是再介绍到 再介绍到那个大电 或者是一些特殊的马达的用 马达的使用 或者是要怎么拖漆 或者是进阶的积木 这些东西 要写函式库的这些东西会怎么用 那所以基本上一开始的教学 其实都是围绕在基础课程的部分 基础的数位 输出跟数位类比的输出 跟数位类比的输入 那我现在就直接用例子来做示范 好 那所以一开始 比如说我们在教那个类比输入的时候 那我就用可变电阻来直接做示范 那所以一开始我会教他们先认识这个模组 那认识模组的话 你就现在有那个模组的图片 所以通常我会直接拍好 直接把模组拍好 然后就直接这样跟他介绍 那当然如果你平常来不及准备 没有事先拍照的话 其实就可以用Google Google就很好用 你就直接Google图片 图片搜寻 直接把他的名字打进去 记得要加个模组 那用图片搜寻 那这样就可以直接找到那个模组的图片 模组的图片 你就不用再自己另外拍了 自己另外拍 那当然这个角位有可能跟你上课的模组会不一样 那 所以最好还是用你拍的 因为你拍的东西会跟你的模组会一样 好 那所以我们会先让他认识这个模组 然后他是用 这是一个旋钮 旋钮 或者是说可变电阻模组 那对按讲电位计 对按讲旋转电位计 那通常模组我们会讲他的这个 他的一般的接法 就是除了你跟他讲你的接线之外 那我们在讲的时候会尽量使用 我们尽量讲说他的通俗的用法 比如说像一般的感测器 一般都会有三只脚 那三只脚呢 三只脚里面 其中有两只脚一定是供电的 就是这个V跟这个G 那V跟G呢是负责供电的 所以我们这个模组要运作 他一定要要供电 那所以你这一只脚要给他正电 那在Arduino板子上当然就是五伏特 然后这一只脚要接地 要接地 所以Arduino的电从Arduino过来之后 提供五伏的电给这个模组运作 然后经过接地回去完成一个完整的回路 这个模组才能够正常的运作 那既然两只脚提供供电的功能之后 那剩下的那一只脚 这个S代表Signal 那它就是传输讯号用的 所以如果小朋友你前面一两个模组 你这样跟他讲清楚之后 其实他之后买到模组来 他就自己会先找通电的那两个 V跟G V跟G 然后他自己会接电 那接完电之后 剩下的就都是讯号 大概都是这样的通责 大部分都是这样 那除非有一些模组 他的功能比较多 那他的脚就会比较多支 那比较多支也是一样 V跟G你先找到 提供正电跟负电 让他形成回路之后 模组会运作 剩下的脚位全部都是讯号脚 那只是说有的是数位 有的是类比 所以大概通责是这样子 那其实这样子讲完之后 他大概就会接了 那当然那个买来的模组 千千百百种 那我们就是跟他讲清楚 就是说这个G 其实代表就是GND 那也就是电 他如果不知道什么叫GND 接地 那其实我们就跟他讲 电池的正负极 电池那个尖尖的 突出来的地方是V 就是提供正电的部分 然后电池的屁股 平平的那一端 就是GND 就是接地 就是负电 所以这些讯号 这些符号 都可以帮助他 做一个简单的认识 那所以你外面买的东西 也是一样 你接着电池的正负电之后 才能运作 所以道理是这样子的 那所以你接线跟他讲清楚之后 再来就是那个接到板子上的部分 这个是S4A的那一块扩充板 那当然他也有一些通责 比如说这个黑色都是G 这一排都是相通的 都接地 然后这个都是V 都是正电 那这里的正电也不用怕 最高就是5伏特 5伏特摸起来 电道都不痛不痒 也不会有感觉 所以不用怕电道 那所以我们的模组 通常就是这样整排接进来 那这边比较常用的是 数位输出输入 那这边是类比的输出 类比的输入 那其实他也可以当数位的输出输入 那他都用颜色帮你分 所以其实比较不会接错 比较不会接错 那所以我们一开始 就是会跟他讲一些通用的接法 然后再会跟他举例说 这个东西用在哪里 用在哪里 那以这个例子来讲 旋转电位机来讲 比如说我要调整音量的大小 这个在真实生活中很常见 我要调整灯光的强弱 我要调整那个打砖块 那个砖块的移动的位置 我要调整这个游戏的角色的 这个大小啊 或是什么位置啊 或是角度等等 那都可以用这个旋转电位机来做调整 那因为他是旋钮的 所以他可以做无段的调整 所以大概就是说明一下 那至于应用的部分 就是等一下各位用完基础的 学完基础的部分之后 其实你可以很多想象 因为只要是有旋转的那个动作 都可以应用到这个电位机上面 比如说某个东西 你平常可能会去转动它 那其实你就可以在 在那个转动的那个 重心的部分 就是那个圆心的部分 你就可以把它粘上去 把它把这个电位机就粘在 那个要转动的东西上面 那那个东西就可以变成一个 可以调整的开关 所以用途其实非常的多 你要常常去观察 好那么接下来 他了解这个模组的用途之后 我们会让他做接线的测试 接线的检测 那所以第一个动作做完之后 做第二个动作 我们都按照这个动作来 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 我会按照这几个步骤 然后你在做那个动作的过程中 你也提醒他说 先认识模组 认识完之后 我们现在做接线 接线完之后才观察他的数值 所以你把这个动作 也要持续不断的提醒他 这个都有一些学理作用的 他就会学到 自己以后去探索的方式 他会按照这个步骤 他去探索这些新的东西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接线 那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要把它接到 接到那个板子上面 那接到板子上呢 因为这是一个类比的输入 那所以我们接了他的 那个感测器的GPS之后 那我接到扩充板上面的时候 我就会接到类比的输入 因为它是一个资料 会进到电脑里面的模式 所以对电脑来讲 它是属于输入 那因为它可以转到不同的位置 所以会呈现不同的数字 所以它是一个类比的输入 所以我们会把它接在这一排里面 那至于要接在哪里 就其实是随便它 只要你接的位置跟你的程式有搭配就可以 那如果你为了上课统一 我们就统一接在 比如说A0 就大家统一就好 那所以呢这时候 这时候我们就会把那个线拿出来 杜邦线拿出来 那如果你有统一的颜色更好 那我就会习惯 它的GPS的G的部分 我就会让它接到最暗的颜色 那以这个 现在我拿了这条线的例子来讲 我就是接到黑色 所以接地 有黑色就接黑色 没黑色呢 就接绿色或是咖啡色 因为绿色跟咖啡色 好像通常在电子电路的习惯 反正除了黑色是接地以外 那就是大概就是绿色或咖啡色这样 所以我们这样接呢 就比较不会接错了 那刚刚讲要接到输入的这一排 所以你就找这一排 按照GPS黑色接地 黑色接到G的方式 就把它接上去 那通常呢模组接上去之后 你要跟他讲 接上去之后灯 这个灯是电源灯 表示他有在正常工作 如果你接上去之后灯没有亮 那就表示没有工作 那你就赶快检查一下 这个线也没有接错 或者是如果你是外面买的模组 他可能没有做那个防护措施 一接上去就很烫 或是接上去之后 你的那个Transformer就一直断线 那就一定是接错线 那时候再反过来就好 就把它反过来接 所以接线大概要注意的是这样 那接上去之后 如果灯也亮了也正常了 这时候呢 我们其实就可以把你的 接线接完之后 你刚刚同意了 同意那个颜色跟接法 同意颜色跟接法 那这个也是我们要告诉他的 就是V跟G一定是提供模组运作的电源 然后S就是提供讯号的输出 那这个模组输出的讯号 就会接在 接在我们Arduino板子上 的这个S的讯号 那这个其实就是连接到这里来 这边是相通的 这边是相通 就提供那个Arduino A0到A5的输入 是相通的 好 那么接好之后呢 我们其实就可以把程式打开 做简单的测试 好 所以我们就把Transformer打开 不好意思等一下 不会动了 有了有了 好 然后 不好意思因为 我这个是英文版的 因为上个礼拜刚刚去缅甸 所以装了英文版的 那还没有换回中文版 没关系 各位英文应该都不错了 我们就用英文版的 好 那么所以我们就选 一样选S2A 这个各位应该都有经验 我就不太 不再多题了 然后连接到你的Compost 然后第一次呢 要稍认题 然后把Squitch打开 然后我在连接的时候 我先解释完一遍之后 我还会提醒小朋友 1234 然后才连接 好 你帮他做这个1234的动作 就可以帮他确认 他等一下要做的动作不会错 如果你不帮他数这个1234 他有的人呢 这里会忘了勾 有的人这里会选错 然后有的人会多勾了别的地方 所以这也是一个美感 1234 然后最后呢 再连接 那连接完之后 他就会直接把你的Squitch打开 好不好意思 因为刚刚那个 他出现要更新的画面 所以他就不会进入 那个Transformer 我再连接一次了 谢谢 好 那 OK 好 那这是英文版的 我切换一下中文版的 不好意思 因为上次 上个礼拜去缅甸 好 中文版 OK 不好意思 因为这里也是英文版的 要装回那个 中文版的Transformer 这里才会有中文版的 不过没关系 我们就用英文版的 好 那么首先 在 在刚刚这个 我们接下来会做简单的程式测试 就是你把线路接好之后 你一定要知道它有没有运作 那有运作你才能之后才能写后面的程式 所以我们会先做个简单的这个程式测试 那简单的程式要做什么呢 就是要看到它数字到底会不会变 因为它是一个输入的感测器 好 那 所以你手去转那个旋钮的时候 它必须要 数字要能够变换 才表示说这个 这个硬体有在运作 好 那所以呢 我们就 要先启用 任何的 任何的感测器 你要使用之前 都要先启用 那因为它是一个类比的输入 所以我们必须把它启用 启用类比的 analog的pin 就是类比的输入 然后我们刚刚是接在 地零角 所以这角位一定要对 要对应 然后for input 就是输入 把它作为输入 好 所以我们先启用 再去做动作 再去读它的数字 那类比输入是这一个 读取类比输入 然后一样角位要对 好 这两个是对应的 对应的 先启用再使用 这个一定要跟小朋友强调 那就像我们 演电影 那个如果你是李安 你要雇用 金城武来演戏 你要叫金城武来演戏 你要先雇用他 雇用只要一次就好 然后雇用他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一直叫他做 他该做的事 所以后面程式会写很多 没有关系 那雇用只要一次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先启用他 那启用他之后呢 我们先要读取这一个的数字 这个A0输入端的数字 那因为现在直接点两下 只有读一次 只有读一次 那所以呢 我们当然就是让他一直重复的读取 但是呢 因为他这个是一个数值 这个椭圆形的是一个数值 所以我们为了要看到这个数值 我直接用小猫说出的方式 小猫会说那个字吧 那我们就把数值丢进来 这样子就能够重复 一直说出那个感测到的数字 那你不要用这一个哦 如果你用了这个的话 他两秒才会测一次 因为他测完一次 讲那个数字之后 两秒才会测下一次 所以我们是用即时的 那当然如果你不要那么快的话 你可以用这样 然后比如说0.1秒测一次 这样子也可以 这样也可以 那要说出这个感测器的数字 这样是最直接的 所以我们当我们点绿期的时候 这边就会有一个数字跑出来 就在那个小猫的头上 那当然你也可以用变数的方式 用变数的方式 当我们建立一个变数之后 随便给他一个名称 中文英文数字就可以了 都可以了 那你如果把这个数字 把这个变数 重复设为这个数字 一直让他设为这个数字 用这种方式 也可以在这里得到这个数字 但是这两个有什么差别 如果我今天只是要测这个感测器的话 这样比较快 这样比较快 而且对于小朋友 中年级以下的小朋友 他对那个XYZ 那个变数的概念 他其实没有很清楚 你还要去解释半天 所以这个变数的方式 比较适合高年级以上 他学过那个未知数 学过那个应用题 有未知数的 或国中以上会比较合适 或者是你只要看到很多感测器的数字 那你再用变数 这是我的建议 那至于那个刚开始初学的 我会建议你直接用小猫的说出 会比较简单 那这里就会有一个数字 这一个数字 那我们就先把变数删掉 所以这里就会有一个数字 一直在不断的在说 那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数字是多少 那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就 你就可以把你的视窗调在旁边 然后呢 当你去转这个旋钮的时候 我往左边转 你可以看到 叫小朋友观察这个数字 往左边转 他会慢慢变小 然后往右边转 会慢慢变大 然后除了你观 你要观察他的各种的规律性 比如说刚刚左转变小 右转变大 然后你还要观察他的极限 就是他到底会到什么数字 比如说左转到底 这个会到0 右转到底会到1023 那每一个模组都不一定一样 你不要指望每一个买来都一样 但是以这个旋转电位机来讲 大家应该都是这个数字 但是如果你今天放的是光磷电阻 他可能到底是200 根据你现场光线的状况 那可能你用手电筒去照他 最亮他可能到900 那每一个人都会不一样 也是根据模组 他所设计的内容 他的电路的设计 那个范围也会不一样 所以其实他没有一个固定的数字 但是你就是必须借由这个观测的结果 知道你这个模组能运作的数值的范围 而且顺便观察数字有没有正常 那如果你发现 如果你发现你往左转 可是他会乱他会跳 可是是不规则的乱跳 那往右转也是不规则的乱跳的话呢 那只有一种可能 模组坏掉或是你接错线 或是线有接错或是接触不良 这时候你就换个模组试试看 或者是有可能你板子刚刚认体没有烧好 他就乱跳 数字乱跳这样 所以大概我们会先在这一个步骤 你连接好之后要去检查 然后要连接好之后 要做简单的程式的测试 然后确定你的硬体是不是正常工作 好所以刚刚认识完模组 那我们就说就先接线跟检测 等你的硬体都正常了 确认你的这个单一模组正常了之后 那我们接下来做的教学 就是进入很简单的教学 你不要一下子就跳进写程式 因为在我们教学的历程上 如果要他很容易的学会 你必须把那个太大的任务 这边大任务切成小任务 一次只要克服一个门槛就好 这个跟那个阴架 跟那个近代发展区 那个理论都有相关的 所以我们一次让他克服一个门槛就好 所以回到这边 我们他会接线了 然后会做简单的测试了 那我们再来利用那个他知道的范围 去做简单的变化 简单的变化 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接下来他确认硬体没问题 也确认这个数字会变化 然后他也知道范围在哪里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些简单的测试 比如说 比如说 我就让最简单的外观 因为他一定是应该都学过 那个小 小 Squatch 外观变化的部分 他外观变化的部分呢 比如说这个尺寸设为多少 这个他应该已经会了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数值 把它丢进来 丢进来直接再放进去 那这样他除了说出这个数字之外 他的尺寸 这小猫的Size也会跟着变化 那所以 你看一次只解决一个问题 所以当我们点绿期之后 哇 现在是815的大小 815的大小 那当我 那个 这时候你要切换成 这个网路摄影机 跟你的程式两个互相对照的画面 那我往左转 当我左转的时候 数字越来越小 小猫就跟着变小 那往右转 数字越来越大 小猫就跟着变大 大到不能再大为止 因为 他总是有一些限制 好 所以他会发现说 小猫的大小 可以跟着你的感测器的数值 做联动 所以这是他这一关 他要了解的事情 那藉由我们刚刚一次只克服一个难题 然后他知道这样可以做联动 原来这个数字不是只有好看而已 他可以拿来用 好 他可以拿来用 那当然他既然他会拿来用之后 接着我们就给他一点变化 好 那 好 那变化是什么呢 好 刚刚我们说这个小猫会变大变小 对不对 那变大变小呢 有时候 好 像超出范围 像我刚刚这个例子 以这个例子来讲 小猫如果我不希望他碰到框框 变得那么大 那么夸张 然后因为他到700多之后 你就发现他不会再变大了 好 就是因为超过小猫变大的极限 好 那这时候怎么办 我就会希望有一个限制 好 限制小猫可能只要大到差不多这样 不要超过框框就好 那这时候怎么办 小朋友就要思考 我这个数字 刚刚是范围是0到1023 那可是这个画面的范围 画面的范围 我不知道小猫要多大的时候 我可以测试一下 好 比如说 我先测试一下 小猫的尺寸如果是500的时候 它是多大 大概就这么大了 好 那如果300好了 好 300差不多这么大 好 那我就假设我要限制到 它最大只能到300 最大只能到300 那他就要想象 我这个数字要从1023的范围 怎么样可以降到300左右的范围 好 这时候呢 很重要 数学就来了 好 这时候数学就来了 好 好 这时候呢 它的本来的输入 好 我拿一下笔 好 我们常常 小朋友在学数学的时候 都无精打采 因为学好数学 不知道干什么用 那当你有真实的情境给他 他会知道怎么用的时候 数学就变成有用 那有用的东西 对他来讲就是一个 有意义的学习 好 本来的数字可能是0到1023 好 那可是呢 我们真实要用的状况 可能是0到300 好 我们输出的时候 那个大小 大小 可能是0到300 那这中间怎么做转换 好 这个就是数学问题 好 那我们如果很线性的用 很直接的数学的四则运算 那也不要那么精细的话 我们直接用概算 那你就可以发现 从1000到300 大概是三倍的大小 所以我从这里要换到这里来 基本上就是一个除以3的问题 对不对 好 这是一个概算的问题 好 概算 好 假设我们一开始都不要那么精细 那他因为小朋友概算比较没问题 他也不用算半天 对他来讲很容易 那所以呢 我就要把这个数字要做除以3的动作 好 那数字要除以3 就是要把这个数字怎么样 利用运算这边 运算这边有加减乘除 那你就把除拿出来 把它放进去 然后除以3 就把3打进去 好 这样子这个数字呢 一侦测进来之后 就会直接除以3 那我再把这个除以3以后的数字 拿来做尺寸的说法 好 好 那所以我就把这个换掉 我现在讲的 我现在小猫要说的 是除以3以后的数字 而且呢 他要变的尺寸 也是除以3以后的尺寸 好 那当你在做执行的时候 好 我们再对照一下 刚刚的会超出画面的部分 好 刚刚会超出画面的部分 这下子呢 我往左边转 一样是转到0 对不对 但是我往右边转 转到最大的时候 只到341 有没有超出画面 没有超出画面 好 所以这个就是数学的运用 那他就会知道说 在这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 我们就会学到 他就会学到说 数学可以这样 把那个数字做处理 做适者运算 然后转成他所需要的 这个数字 这样我们又进了一关 又往前进了一关 那所以 这时候我们就要开始 他已经知道 那个数字怎么用 在这边 我们就用程式来测试他 所以刚刚我们已经观察到了 那个范围之后 然后我就用程式去做 直接 刚刚直接是直接把0跟123放进去 他会超过范围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让他 根据真实的情况去做修正 然后这时候 可能就会用到一些 简单的试则运算 那这时候他就知道说 原来数学其实蛮重要的 他可以在你的程式里面 做出真实世界需要 跟你进来的感测器的数字 他可以做中间的转换 那当然 如果你要做精确的计算的话 我们就要再做一点修正 那这个地方中年级不适合 就高年级 如果你要做精确的转换 我们就会把这个数字 因为他的范围是从0到1023 那所以我就让他先除以自己 除以自己 除以1023 自己除以自己 就会变成1嘛 对不对 变成1之后 那我再放大到我要的范围 假设我要最大到300 那我就乘以300 就 1乘以300 就会变300 所以他的范围就会变成 准确的0到300 所以如果你是 中年级你到这里就好 那高年级你可以要求 他准确的范围 那我就把这个换一下 这样子就会有准确的范围 所以这时候呢 当我们去做这个控制的时候 最小一样到0 但是最大呢 就会到300而已 这个就是准确的说法 准确的说法 好 那当然如果说 有些情况 像这个大小 我们在控制它的大小 它是可以有小数点的 但是如果你要去做那个数位输出 比如说我要去亮点灯 点灯的话 这里有那个PWM 做数位输出的时候 这个PWM的数字是0到255 而且要是整数 很重要 如果你点小数 它不会 它不会理你 所以如果是加了这个 有特殊 要整数的情况 那你就要再多加一个什么 比如说 Flower是无条件舍去 然后 这新版的有中文 之前英文的我要查了一下 那个无条件舍去叫Flower 所以你就要加这个东西 加一个无条件舍去 把那个数字 运算结果的数字再放进来 这样子出来的数字就都是整数 就都会是整数 这数字出来就这边 你注意看一下 就都会是整数 就没有那个小数的部分 你看刚刚还有小数 所以要根据你的真实需求 去做一些简单的数学的运算 所以这是真实的 那当然 回到这边 我们刚刚都是数值的直接的使用 然后还有数值的修正的使用 所以你从刚刚从简单的测试 到检查它的数字的范围 到你去直接的使用它 然后到你真实的修正 你会发现我们都是一次克服一个问题 一次克服一个小问题 那这样子它才会比较容易去做学习 那到这里为止 其实你可以给它一个小关卡 比如说 因为到目前为止 其实都蛮容易了解的 好 所以其实你可以给它一个小关卡 比如说好 同学我刚刚让你决定这个大小 对不对 那我现在呢 请你来控制小猫的位置 就是用旋钮来控制它的位置 那这时候呢 好 那我出完题目之后让它先去想 让它先去测试 那测试完之后 它也许想得出来 也许想不出来 没关系 你就是给它一点时间 去做练习 那所以它可能会发现说 这个数字是正的0到1023 那可是我如果要做猫的位置的时候 它是用坐标的方式去调位置 我先把它的大小改一下 如果我现在要把这个数字拿来做位置的调整 那我就必须先知道它的相关位置 那在舞台区 它的最后 我们在做那个位置介绍的时候 会先让它把这个舞台叫出来 让它比较容易了解相关的位置 好那么我们就会牵涉到另外一个东西 除了刚刚只有那个倍数的缩放的问题 现在还有一个位置调整的问题 那如果要让小猫做左右位置的调整 那就是调整这个x的位置 那这时候呢 它的数字的 四则运算的部分的调整又更深 它就会变成这样子 好刚刚是0到1023 我这样画好了 这个你在解释的时候画的位置也有差别 你要用视觉画的方式去做这个解释的部分 好这个是输入 这是输入的部分 0到1023 那我输出的位置 你从刚刚的存置里面 这边可以看到 x的位置是从负的2004到正的2004 负2004到正的2004 然后所以呢 你稍微对过来一下 负的2004大概在这边 负的2004到正的2004大概在这边 对不对 你连这个因为你要做视觉画的解释 那个 这样子小朋友比较具体可以了解 可以了解 好 那所以你会先看哦 这个范围 好应该写近一点 好这个范围 我们现在用概算就好 不要精确算了 这个范围大约1000嘛 对不对 那这个范围呢 大约500嘛 对不对 好所以1000要变到500 是不是也是倍数说放的问题 好也是倍数说放的问题 所以呢 我们就先除以2 我们都先用概数 好 所以都先除以2 那除以2呢 这边就会变成0 然后这边最高的地方 会变成大概500 大约我先概算就好 好那变成0到500之后 各位 可是我们要的范围是负0到500 我写的应该写在这边 好 好 0到500 好 那你变成0到500之后 可是我现在要的真实的位置是负的240到正的240 所以你必须把这个范围呢 然后负250的位置 对不对 那最高的本来是250 就会变成到哪里 就会变成到正的250的位置 好 好 所以他的范围就会符合 符合这个范围 所以他的动作就是先除以2 再减到250 先做倍数的缩放 然后再调整位移 好 先做倍数缩放再调整位移 所以就比刚刚那个部分 再多进阶了一些 那所以我们的 我们的方式就会变成这样子 好 我的程式呢 好 我的程式呢 现在这个数字 好 这个数字 这数字呢 就先除以2 好 运算先除以2 好 你也可以这样先给他看 好 我们先除以2就好 然后呢 再调位置 那调位置怎么调呢 当然在动作里面的 X的位置设为多少 不要用到改变哦 改变会一直加上去 就回不来 然后设为多少 好 那如果你只有除以2 那范围就是0到500多 500多 那所以当你这样子做直行的时候 好 你会发现 我在转这个旋钮的时候 我转到最左边 他就停在0 那X等于0就这个地方 那我转到右 往右边转 转到200多的时候 他已经到边界了 因为他的边界就是240 那我继续往右转呢 他会卡死在这边了 好 因为他出不去了 好 所以这时候 我刚刚讲第二阶段要 减250 所以我就把第二阶段 再减掉250 做位移的部分 好 那这个数字 就会落在我们的坐标的区间里面 好 所以呢 当你移到 好 当你转到最右边的时候 他是在250左右 那你转回来 有没有 转到中间 变成0 可以继续往左边转 -250 所以他就大约在正-250 中间做移动 好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 旋转电位区去控制他的左右 好那 比我们刚刚 我们刚刚是先缩放 所以你即使在做数值的修正的教学 那他也可以 就是你先 先讲说法 然后再讲位移 然后 好可以这样做处理 那这个还可以用在哪里 比如说 我今天不是只有做位子 那你看这边 音效这里 这里可以发出节奏 对不对 好我要注意一下时间 好 这里有演奏音阶 那这个音阶呢 你会发现 他在这边只有48到 48到72 那你可以试试看 48到72 其实都可以发出声音 这是48的声音 这是72的声音 那个音阶不同 那其实他可以直接填数字 比如说10 会不会发出声音 还是有 很低 那100可不可以 当然也可以 声音就很高 那1000可不可以 可能听得到 也可能听不到 可能因为耳朵有极限 那或者是程式可能有极限 或者这个频率太高 人的耳朵的接收范围 可能就听不到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我们直接把这个数字放进来 把这个数字直接放进来 把这个数字直接放进来 那这时候 来演奏音阶的话 各位还是会听得到声音嘛 我往左边转 因为转到0它就很低 转到中间听得到 转到右边太高音 很刺耳或者听不到 那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 适度的运用一点 这个乘除的 缩放倍数的运算 比如说 我如果希望它 只有在100 就是0到100左右 那我就把它除以10 因为它最高是1023嘛 那如果你发现 如果有小数 我不知道它小数 应该也可以发得出来 那它的区间就会落在 落在听得到的范围 那如果你觉得那个10 0那边太低 可能听不太到 你就把它再往右边 右边是加嘛 所以你就把它加一点 比如说加个20 或加个30 就看你的需求 你就可以自己去调这个区间 或者甚至呢 我把它除多一点 比如说除15 再加 那这样子能够 能够听到的区间 就会 比较像我们在弹奏的需要的区间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数学运算去做处理 好 那么所以它了解这个数值的运用 简单的直接使用跟它的修正运用之后 接下来呢 你就可以做多元的运用 那 当然 这个数字多元的运用 上次稍微有讲过 比如说 刚刚是直接取用数字 或者经过数学的计算 那我可以 也可以指定说 这个数字转到某一个数字的时候 会起用嘛 那程式当然就很简 很简单 比如说 比如说像那种拆数字的 好 那它可能 你就用检测嘛 如果怎么样就怎么样 如果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这个检查当然只有做一次 那我们在做检查的时候 通常会加重复无限次 它才会在背景一直不断的侦测 所以这个是要放进来 重复一直执行的 那所以你要给它条件 那给它条件呢 不外乎就是大于等于小于 或者是组合的 加这个而且或或 来做组合 这些东西都可以组合 所以如果你要它在某一个条件下成立 比如说 我只有在0的时候成立 那我就把这个数字拿来做比对 只有在0的时候 做什么事 比如说发出音效好了 就喵 只有在它等于0的时候才喵 所以当我们点绿期之后 那我顺便看一下数字 这样子各位才看得到它的数字 好 所以它一边说数字 一边检查 然后一边检查 有没有等于0 那有等于0才会喵 所以这个是指定数值 指定某一个数字启动 那所以呢 当我点绿期的时候 我去转这个数字 你怎么转它都不会有喵的动作 除非你转到0 转到0才会 好转到0才会这样 好所以 这个是单一点启动 那当然如果你的状况 你的程式需要 它是量 就是一刀两段的 比如说 数字要大于 大于这个 比如说你今天接到的是温度感测器 那大于28度 那我这边就比如说 我随便选一个数字 比如说500好了 好我转超过500的时候 它才喵 好那 等一下 那我如果是两种状况 我的控制这边 就会用如果否则 那如果大于500 我就会喵 比如说这是一个警报器 那可能放的是红外线 好那如果窗户被打开了 那个离开超过500的距离 那它就会播放喵 就是播放警报器 好那如果低于500的话 低于500它就会做这个 那我就比如说 让外观 我一样做音效好了 我就不要用喵 我就播放那个 弹奏音效好了 好这样 好 那这两个有不一样 这个会 喵完一次才继续喵 好 那所以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 好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 你去转这个 它就 你可以把它更换成别的感测器 好 那当我们按律旗执行的时候 你去转感测器 有没有 小于500它就会叮叮叮 大于500它就会喵喵喵 好 好 那么 所以它其实可以跟着你的程式 有各种不同的用法 刚刚那个叫一刀两段的用法 就是切成两段 那当然你可以指定区间 指定区间 比如说 我在大 指定区间的话 你就要用如果去包 好 如果这个 大于500 那我就做什么 那我会再检查 如果说 如果否则 好 这样 好如果它大于500 我就喵嘛 我就喵 那如果 小于500呢 我要做这里 对不对 那做这里呢 我可不可以再放如果否则 一样可以啊 那我就再给它另外一个范围 刚大于500 那 如果大于小于的话 小于里面又大于多少 小于里面大于300 好 那而且你可以用且 用这个且 比如说小于499 好 好 这个数字 比499小 比500小 但是呢 大于300 好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第二个区间 你就可以这样 你可以这样做 那 那这时候我们 就会用如果 就好 好 如果 好 所以 这是第一个区间 然后 这是第二个区间 好 那第三个区间 可不可以 可以啊 第三个区间 我就用小于 这个是 大于300 那就小于300 好 这样就切成三个区间 好 那你这边就可以做 分别做不同的事情 好 这个 这个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这样 这样就可以切三段 有没有 所以你不管怎么转 就是只有这三种声音 好 好 那 所以这个是另外的 就是 你可以 跟你的程式 其实感测器 虽然只有一种 但是 根据你的程式 它可以有各种不同多元的 的变化 各种 多元的变化 那当然 如果你今天 要根据你的情境 好 这感测器的用法 其实都差不多 但是你要根据你的情境 来转换不同的感测器 好 假使今天 你用的是要用手转的 那我们当然是用这个 可变电位剂 那如果你今天呢 是要做那个 距离的侦测 那你可能就用超音波或红外线 那比如说 我们以这个红外线来讲 我就直接把 因为程式都一样 所以我直接把它做更换 那记得GPS 好 直接更换就可以 那因为超音波它是 这红外线 因为红外线它是测距离的 那测距离的呢 所以我得要先知道它的范围 所以你不管做什么 不管做什么 你都要先知道它的范围 好 所以我就先重复 然后一样 我让它直接侦测说出它的范围 然后按指写 这个红外线 我换一个 我换光明好了 因为你的 你的模组如果常常在上课 有时候不免东西会坏掉 这是很正常的 好 这是一个光线感测器 光线 那它会根据现场的光线 那所以我们可以用遮光的效果 或者 或者照手电筒的效果 来决定它的明暗的亮度 所以你看 以现在的光线 它的最大的数字 可以到700左右 那我去遮光的时候 遮光数字会越来越小 那到我完全手把它包起来 数字大概就是个位数 所以你可以了解你的范围之后 你可以了解你的范围之后 那你可以拿来侦测 这个是光线的 所以当然就是拿来侦测光线 所以你除了遮光的效果之外 比如说 洗衣机里面 你要测那个水的 水是不是很浑浊 再决定说要加多少洗衣粉 或是你要决定说 什么材质透光度 你就上面弄一个灯光 然后去遮它 然后看它的透光度多少 或者塑胶袋之类的 那什么样的塑胶袋 或什么样的容器 它的透光率是多少 你其实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测量 那你知道它的 可以运作的范围之后 你再去写它的层次 再去写它的层次 比如说 当那个透光度 大于500的时候 表示这个水很清澈 那你这边就可以录一段声音说 现在水很清澈 所以只要加少量的清洁剂 如果低于300 表示水很浑浊 那你就是要用那个 比如说伺服机 你放洗洁剂的那个时间 就给它久一点 开光开大一点 那这样就可以做自动控制的部分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 它虽然感测器 也许你只用到一个感测器 但是那个感测器 可以根据你的想像 好不好 发挥一下你的想像力 那它可以做不同的用途 各式各样不同的用途 那至于它的程式 就是可以根据你不同的用途 去做程式的变换 所以其实它是非常好玩 非常多元的 那我们就以这个例子来讲 如果这是一个红外线 它测距离 那测距离最简单的就是前面 多元的距离有障碍 那它也可以测黑线白线 所以它被拿来当做那个避障红外线 那它也可以测上面有没有障碍 因为大多可以测距离的 当然可以测上面有没有障碍 所以它应用范围就很广 比如说你桌上挖一个洞把它塞进去 那你如果有个杯子放在上面 它就可以知道说你有东西放在上面 那如果你挖了好几个洞 那各埋一个上去 那上面可以放香蕉 可以放西瓜 那你就固定西瓜放那个洞 那在做教学的时候 是人家把西瓜拿走 你就可以知道说它拿走的是西瓜 那你就可以做一些相对应的教学 或放一个3D列印的A的字母 或者什么东西 或者是说你把它要二座剧 把它塞在你的那个沙发的底下 那可能大人屁股坐下去 上面就有东西 你就7月半到了嘛 就做一点二座剧 发出一点鬼叫声 当然我们是不鼓励二座剧 我的意思是说 你可以想象它用任何的用途 那包括你把它装在车的前面 那遇到障碍的时候 就可以做障碍的感测 或放在窗户或者门 那门打开跟窗户打开 你就可以知道有人进来 或者是有小偷 或是门被打开之类的 所以你可以根据你的不同 真实的不同的情况 然后去决定你的程式 要怎么写法 然后包括你目的的 你可能要做外观的变化 或是要去做马达的控制等等 就可以做程式的变换 然后这些基础的东西 它大概学到了之后 我们再给它一个小主题 小主题去做解决问题的应用 然后最后去做设计思考 给情境 所以基本上剩两分钟 所以基本上我们刚刚 这整个步骤 这整个步骤 其实它的重点就是在 我们如果要让小朋友 很容易学到这些 这些很有门槛的东西 其实你有一些设计 像这些步骤 认识模组 然后接线检测 观察它的运作的范围 然后做程式的测试 然后最后才去做你的题目 写你的整合的这个专题 那这里面呢 其实有一些很重要的 的key point 就是操作要尽量不要太抽象 具体 先具体的它学的会 你才能够升级到抽象 然后你先求有 就是先求它能够动了 你再去求那个程式的精致 再去求演算法应该要怎么弄 怎么样写程式会比较漂亮 先求会动 然后一次呢就克服只要你的设计 你的教学设计 一次只要克服一个门槛 然后你所以你一开始会设计一些 小小的单元小小的任务 然后这些任务都它没问题 表示基础很稳固之后 我们就要给它一些小测验小练习 所以就是给它题目 然后它可以做的出来 给它题目它做的出来 那表示它基础很稳固之后 我们再给它变化题 然后变化题都没问题的 再去做大题目 大题目的设定 然后Steam 或设计思考 这些才有办法去做 不然的话它在所有基础都没有的情况下 你就直接带Steam 或直接带设计思考 跟你讲没有用了 思考到最后都是老师在思考而已 学生根本不会 那所以就是先基础的教学 然后一些主题的小范例 然后才能够进到 这个Steam跟设计思考 那所以大概就是 等你进到主题思考之后 你会先 如果你是短期任务 比如说你只是一天的延期 那你可能就要 一开始先把你的大架构 我今天要做什么 先把东西给大家看 然后再把大架构说明 然后再拆解成小单元 再让它一个一个做 之后最后来组合 这是短期的延期 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安排 然后所以 刚刚讲这些东西 你的步骤要统一 你只要步骤统一 以后他学过一次两次之后 你要提醒他 我们之前学新的东西 他的步骤是怎样 那第一步骤应该做什么 第二步骤应该做什么 其实两次之后 他就知道他下一步要怎么做 他模组一拿到 他就会先测试 他会先观察 那个数字会落在哪里 然后就开始写他的程式 然后最后做他的主题 方法只要交过 而且你用后设的方式 你不断的提醒他 你刚刚做了哪些步骤 那方法会了之后 他就会自己自主探索 就会自己 自己会学到那个方法 然后自己会发展他的东西 所以我们今天大概 内容大概就是这样子 OK吗 好 那我把画面还给主持人 好 谢谢 校长 我还在 我有在听 非常精彩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问题 要问文胜老师的 我刚刚建然有讲 那时候收获很多 教学的架构非常完整 我想刚刚我们听完那个 文胜的整个的那个说法 我认为说 从模组开始教是对的 尤其是我们最近几年的比赛 很多小朋友可能 很难去拿捏说 他在比赛的时候 他应该要怎么做 就是因为他对模组的认识 不是那么的多 所以拆解是很重要的 那今天晚上非常谢谢文胜 那 还是有人在问新制图 会不会分享 文胜还是 每一次上课以后 你都就再PO一次好了 好 OK 可能不是 有些人可能不是每一次都来上课 好的 那 前几次文胜 四次的课 我刚好利用暑假的时间 我已经都已经剪好了 这两天 包括今天晚上上的 我这两天我也就会把它上架 那欢迎各位 如果没有上到课的人 就可以上来看看 補一下课 好 非常辛苦 非常谢谢校长 谢谢文胜辛苦了 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晚安 拜拜 拜拜 convin我们下课 你们先谁 要不信 有个人 你 有个人 有个人 感谢观看